做园丁 御桃礼 教学乡长 共进步 在国庆期间 11个同学 祖堂去买烧品牙菜的这一段经历 秋冬季 流感多 免费疫苗来接种 我念念都花 100多块钱打的 今年政府免费给我们打 感到很高兴 百姓315马上为您呈现 《清血八卫片》赞助播出的《百姓315》 我是主持人小小 《清血八卫片》专制血液粘稠 预防心梗脑梗 近日栏目推出了特别板块 《喜迎二十大我家新变化》 通过聚焦小家的变化 彰显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从而展示我省在各行各业的 飞速发展与变革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 50多岁的特级教师 名叫杨卫平 他已经在三尺讲台 耕耘了将近40年 同学们 我们今天就上一个 口语表达课 我是讲述者 你需要用很快速度 你要一下子贯穿一下 所有的都要想出来 在国庆期间 11个同学 走团去买烧门鸭菜的 这一段经历 我叫杨卫平 是一名人民教师 今年54岁了 我从1986年开始打老师 迄今已经36年了 在将近40年的教育教学生涯里头 我感慨良多 最早的时候就是拿一个比这个长一些的 一个教棍 天下又指着这儿 天下没看 这个念什么字 现在的话呢 36年过去了 我开始学习用激光笔 一个激光笔 打开这个PPT 带着孩子们更直观 比如说我们讲的飞天凌空 比如说他比喻 李伟从十米跳台 跳水的时候 就像灯黄壁画上的那个飞天 那样像仙女一样凌空 另外来一个驴尾跳水的视频 孩子们 这就是飞天凌空咯 就很直观 杨卫平告诉我们 这些年来 不止教学的硬件设施 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自身的教育理念 也在巧然发生着变化 随着将近40年的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发展 互联网的出现 我们的教育教学生活 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我们的教育理念也在变 我又过去的 我要学生学 命令学生学 现在是陪伴学生学 引导学生学 激发学生学 然后实现了一个教学相长 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呢 它也拓宽了 拓展了我们更多的教育的渠道 去年的这个时候 双战政策下达的 然后的话呢 这对我们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也在研究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课堂的容量更大 然后客户的作业 怎么样布置得有气 这个二十分钟 怎么样让学生 真正的学有所得 学有所创 它有创造力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国家教育教学环境的 进一步优化和高质量发展 使得这位三尺讲台上的老将 再次焕发新生 2021年 杨卫平申请成立了 杨卫平初中语文名师工作室 这便是他在校园里的新家 这是省教育厅的一种政策嘛 民师发挥民师的引领辐射作用 我们的培育的基地在北师大 每年至少去两次实地去学习 还有线上的N次 以前就是也会有教研 但是我就现在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语文教研组 现在我有了民师工作室 站到一个更大的平台上 有了更开阔的胸襟和眼界 也有了更大的格局 我现在开始有一种使命感 我都开始就是带着我的工作室的成员 就不断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我们走到城市去学习 走到乡村去送教 就是发挥我作为一个民师的 我的引领辐射的作用 包括对青年教师的培育 我也有这样的责任 这样的义务 我感觉教育变化最大的是 用互联网加教育这种方式 来服务我们的教育教学 用大数据来分析我们学生 对知识点的把握 哪些孩子没有把握准 哪一些还有待其高 我们精准教学 精准师测 最大的变化应该是 师生关系这一块 以前更加的就是畏 现在就是近爱 距离非常的近 就是它没有那种很强烈的 代沟或者说隔阂感 课程体系越来越丰富 班本的活动 越来越符合学生的需求 学生能够在更大的平台上 发挥自己的才能 兴趣 你只有不断地去学习 你才可以去完成 自己的教育教学的任务 同时我不是还带团队吗 我也带着工作室 那我既然我引领别人成长 那首先我应该是一个成长 成长中的人 我退休的时候 我将会已经工作42年呀 你想想 那一个人的生命 就有一半在和自己工作联系在一起 那已经是血脉相连了 离开了校园 但是依然会关心校园 关心孩子的成长 也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 从过去的站三尺讲台 握一支粉笔 到现在的走进学生 结合信息化大迎评 从以前的老师教学生 到如今的教学乡长 我们看到了一名教师 从业几十年孜孜不倦 勤勉坚守的初心 也看到了他与时俱进 不断努力地上进心 在这儿真的要为杨老师点赞 在此也感谢咱们所有的人民教师 好 继续来关注节目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是一项免费福利 这个福利的对象 是郑州市65岁以上的老人 具体是啥呢 咱们去看看 你以前有没有打过流感疫苗呀 我没有打过 我妈妈打过好几年了以前 已经80块钱左右吧 原来他有打了好几年了 所以今年政府免费给我们打 感到很高兴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郑州市中医院的 乳河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这里从10月4号起 就开始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 提供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里像孙婆婆一样 来辞免费接种疫苗的人 可是不少 原来都是桃鲜打的 我年年都花100多块钱打这个 我想今年市又改大了 我一看这个免费疫苗 头一天还没有郑州市的 当时打进去的 输进去的 河南免费疫苗 郑州出了 这是不是第二个 对 免费流感疫苗 关爱老年人 给老人免费作战 我跟你说 我们一听说的很高兴 真是好 为老年人着想 我们想不到了 政府都做到了 现在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员 还是挺多的 最主要的是老年人 流感是不变易感的 很多老年人体质较差 有基础性疾病 如果得上流感以后 并发症发生的几率 相对于年轻人来说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 尽量接种流感疫苗 这疫苗虽然能预防流感的发生 可也不是人人都适宜接种的 那么关于疫苗 有哪些注意事项 有哪些禁忌症 我们也请到了医生 为我们做一个专业提示 流感疫苗 还是有一定的禁忌症的 比如说有对流感疫苗 本身成分过敏的不宜接种 还有有些患有急性疾病 严重的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感冒发热 还有一些患有胃控制的癫痫 还有神经系统疾病 这些都不建议接种 接种者要如实告知 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 如有不明确的 要咨询接种医生 那么从郑州市卫健委 我们也了解到 不仅仅是乳河东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65岁以上老年人 提供这样的 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从本月中旬开始 到11月15号 也会有其他站点 陆续展开这样的服务 百姓315栏目 也将持续关注相关信息 好的 有事您说话 服务送到家 我是百姓315栏目记者 王又元 如果您也有这样 接种流感疫苗的需求 可以带上您的身份证 与呼口本 到您家附近的站点 去咨询一下啦 随着大家对健康问题的重视 我们国家在医疗方面的 福利政策也是越来越好 免费疫苗接种的背后 是来自整个社会 对大家的爱 大家把这个消息 可以传递给身边的人 也提醒咱们各位朋友们 一定要遵医嘱 按时科学的接种 提到健康问题 在这儿想问问大伙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0月12日 世界关节炎日 这一类慢性疾病 可以说是困扰了不少人 如何预防呢 咱们来听听 现场医生怎么说 走平路的时候 就是走大约10分钟吧 时间长了 我腿就感觉好累好累的 膝关节好累 你看我穿的啥呀 这个 这是容裤 还有这个 这儿还有加了三层保暖 穿了后之后还疼吗 穿了后也不能多走 也不能上下台阶 这能就在家里 做点家务什么的 那其实刚刚画面中的 这位女士呢 其实是得了一种 叫骨关节炎的病 那这个病呢 也给她带来 比较大的困扰 像现在仅仅是10月份 就已经穿上了 三层棉裤用来保暖 那她为什么会得了 一个这样的病呢 今天也刚好是 世界关节炎日 现在呢 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了解一下 老百姓说的关节炎 在我们临床上 叫骨关节炎 它主要表现为疼痛 跟活动受限 从分类上来讲 就是原发性 跟剂发性 现在据统计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他的骨关炎发生率 达到了一半以上 这是一个膝关节 我们从这个片子上 可以看到 这一边还是稍微好一些 它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间隙 像这边的话 上面这个骨头 跟这个骨头 从片子上 已经完全在一起了 这说明它之间的 那个软骨和半圆板 已经全部磨损掉了 这时候在走路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 像这一个 就需要做手术了 从医生口中 我们了解到 得了关节炎之后 会给身体行动方面 带来很多不便 严重的甚至需要 来做手术进行缓解 那市民朋友们 对于关节炎又是否了解呢 都知道是吗 不过有那种 腰间盘突出的比较多 腰间盘突出的比较多 那您知道 就是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腰间盘突出吗 那一般就是久坐呗 像现在办公的都比较多 可能坐的时间都比较长 您周围这个关节炎的 这个得病率高不高 反正是我身边 有个两三个 一冷天都烫 上楼啊 那其实从医生的口中呢 我们了解到 虽然关节炎会因为年龄的增长 而逐步提高发病率 但如果平时不注意防治的话 其实各个年龄段 都有可能会得关节炎 因此对于关节炎这种疾病呢 我们平时也不能掉以轻心 骨关炎是一种慢性疾病 它是很难完全自愈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教育 合理的锻炼 能够把这个病控制到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这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的 要注意钙量的摄入 吃一些含钙比较多的食物 比如说这个牛奶啊 瘦肉啊 一些蔬菜啊 所以说对于这种骨头擦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辟谣 其实含量含那个钙量其实非常少的 它大量的含着脂肪 不要就是过分的去爬楼梯爬山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不要就做一些这种下蹲比较多的动作 还有不要去负重的进行剧烈的锻炼 这时候呢我们增加一些适当的体育活动 比如慢跑呀 这个游泳啊 骑车呀 在这个力量训练上我们建议有一个动作 当我们坐在的时候 这时候身体的重量不压到我们关节上 这时候我们对膝关节进行一个身躯的锻炼 这种躯 身 这种非负重下的对膝关节的这种活动 会加强我们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这种力量 利于关节的稳定 同时呢又能保持关节的活动度 这时候对膝关节是一个很好的保养 好 接下来咱们去关注一个跟看电影有关的事啊 一杯饮料一桶爆米花 这可是不少人看电影的标配啊 可是呢 最近啊 这有家电影院是禁止带饮品 而且还限定是某一种饮品不能带入 这电影院为何会这么做呢 我们现在暂时是那个现金列并想要进入的 近日 浦阳市一家电影院的入口处挂了一副条幅 上面印着本影城树部接待蜜雪冰城食品 请谨慎购买的字样 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电影院他自己也会卖饮品 他可能是想让你在他家里收费吧 如果说我已经买过了 然后我手上拿着的话 他不让我心 那我应该放弃吧 再选另一家电报 那就不看电影吧 不去了 反正我觉得他有点歧视这个消费者 那就给我推票呗 你不让我进 我买了东西了 我不能给东西扔了再去看电影呀 那么这家电影院 为何会挂上这样的一副条幅呢 对于此事 涉事电影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但其实在此之前曾有媒体报道过 涉事影院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另有隐情 原来是由于涉事影院和附近的一家 密雪冰城发生过纠纷 才有了这样的举动 那么对此 记者也电话连线了涉事的密雪冰城店家 店家双方有矛盾 消费者来买单 那么对此 消费者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他们的矛盾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不能限制我不让我买这个饮品 或者不让带进去 不能转向到这个去观影的这个顾客上面 我们就是去看看电影 也不是说非得跟饮料有啥挂钩的话 这非常不合适 我觉得商家应该是服务于客户的 而不是说是因为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为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的问题 把这些事情转嫁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身上 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另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了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声明 电堂告示等方式 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的权利 显然 电影院的这一行为 属于侵犯了消费者的上述权利 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 允许消费者携带其他品牌的饮料 进入电影院 实际也涉嫌对现有消费者的启示 是一种不平等待遇行为 同时会侵犯到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 影院在市场经营活动当中 应当遵循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原则 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及时消除影响合法经营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那么该电影院有没有对此前的做法进行改正呢 就是买那个密血冰城那个饮料 还能进来影城看电影吗 可以进 可以进是吧 对 好在目前涉事影院已经是撤下了条幅 知错能改就好